所謂的機艙綜合症 所謂的機艙綜合症 或者有些人說是叫做經濟合症症候群 其實我們學名上是說一些 叫做深層的靜脈山蝕 很多時候例如我們要搭長途機 或者是一個很狹窄的環境 要停留很久的話 會影響到我們尤其是下肢的血的回流 如果血液裏面有停留的情況 得太久形成了血塊的話 就可能會失去下肢的深層症候群 導致經濟合症候群出現 當然我們要分開客觀外在的因素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如果是一個很長時間的停頓 或者可能是一個我們所謂 不能夠動的狀態的話 可能會增加這個機會 有些病人可能做完寬關節 或者膝頭的關節之後 可能下肢的動作是比較困難的 長期臥床 或者可能有些人處於比較缺水的狀態 例如喝了酒 有些輕到缺水的情況的話 都會容易增加這個機會 當然再有些情況 就是可能跟他們內在的情況有關 例如胸腔有些腫瘤 壓住了一個血管 影響到正常的血液回流的話 都會增加這個機會 很多時候如果血塊是 只是局限於小腿的深層靜脈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正常的血液回流 病人可能會覺得小腿很脹 甚至有些發慶發熱的感覺 但當如果它有嚴重的情況的話 例如它的血塊是鬆了 隨著血流回流到心臟裡 然後沖織了肺的動物的話 就會造成肺動物的生失 這就是很有身份危險的情況 因為病人可能突然之間 會感覺到氣速、心口痛 甚至可能因為血壓會罩乾 導致到會暈、幽黏 我們第一步 臨床上如果我們發現病人的下肢 發現有水腫或者紅腫的情況的話 當我們懷疑它患有深層靜脈 生失的機會大的話 首先我們可能會透過 一些超性波的血管檢查 直接可以看得到 血管裡面有沒有結了一些血塊 也可以透過驗血 看看其中一個我們的項目 叫做D-diamine有沒有提升 如果是有這個積聚了血塊的話 很多時候病人的D-diamine 都會異常地增高了 但當然如果那個病人是有些 我們剛才說的其他病發症 例如我們擔心血塊會不會衝上肺的動物的話 很多時候就要靠電腦素描的血管造影 直接看到肺的血管裡面 有沒有積聚了血塊在這裡